《破解漁蘭迷思》 多謝大家,回到《破解漁蘭迷思》 今天很高興的訪問Anthon Sir 我們會講一講,為何漁蘭節是要派米 Anthon,為何漁蘭節是傳統的日子 你說是報師,但為何會派米 很多時候公婆婆或有需要的人 我們派米給她,或派其他東西 五、六十年代最多 這是一個傳統,為何會有這樣的傳統出現 其實講派米,很多人都知道 五、六十年代的時候 潮州人搞漁蘭聖會都拿來做派米 有人說,當時是做米業的潮州人多 做零售也好,做批發也好,很多都是潮州人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,其實漁蘭聖會有一個儀式 這個就叫做放鹽口 放鹽口就沿著陀羅尼斯食法 從宋代開始就很成功 其實都是佛教的一種儀式 是的,這個陀羅尼斯食法 就需要一些米粒和水和小小餅吃 念那個陀羅尼經,將那些食物變成無限量 小小食物會變成很多出來 這個很有趣 這個跟聖經的五餅魚有點接近 所以儀式就一定不可以缺少到米 所以時至今日在漁蘭聖會的場地 米粒你仍然會看到很多米放在那裡 所以其實米就變成了漁蘭聖會最主要的制品 獨 Nue台湾 新材料放 對白雲家水树 蔔去喜歡